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怕你战争打不赢 我是眉山剑客陈平 今天我的话题是来讨论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 到底有哪些成就和哪些将要面临的挑战 我想中国现在还很难有我这样的人 从记忆开始就见证新中国70年以来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 而且也还有机会游走几大洲四十几个国家来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比较 所以这点上来说 我有信心会给大家提出一些新的观察 因为我是做实验物理出身 转过去做理论物理研究经济学 下过乡 试过清 参加过世清 也当过五年铁股工人 所以我想第一 我就有个人的实践经验来有分析的比较 世界上主要的理论的框架 然后来看看对中国的分析是否合用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长期闭关自首时间长了 虽然现在对全球开放 但是很大程度上 讨论问题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农业民主 过渡到又是大陆强国 又是海洋强国的 这个历程才刚刚开始 好 我先讲第一条 现在的世界竞争格局 这次贸易战看得很清楚 主要是大国博弈的形式 竞争的单位 无论是新古兰经纪局讲的 个人 因为个人在面临强大的跨公司 强大的帝国面前 实际上是无能为力 几乎就像蚂一样 所以世界上从工业革命开始 面临越来越多的是集团的竞争 这个集团 我想开始是手工作坊 是行会 是企业 是跨公司 是政府 现在甚至是超大型的国家 和国际联盟 这个竞争就取决于经济规模 连带的就影响到 它控制的资源的规模 它控制的金融 军事的规模 还要加上实力 也就是技术差距 所以我现在要分析 中国70年的成就 第一个感觉很简单 今天世界上 还有影响的大国 包括中国 俄国和其他半强国 比如说德国 日本 法国 英国 都是打出来的 而那些 曾经辉煌 不能打 或者打不赢的强国帝国 历史上最早的资本主义的帝国 你们知道谁吗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如果你要追溯到中世纪的话 还有意大利城邦的 威尼斯 如果你要讲 横跨欧亚非三州的大帝国 和西方竞争的 还有奥斯曼帝国 波斯帝国 蒙古帝国 现在他们在哪呢 都分化瓦解 所以在第一条 我要总结的 中国70年崛起的经验 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在实际上里面创造了一支组织最严密的军队 而且发明了世界上最灵活的战略 打败了四面的包围的强敌 中国的解放战争 它的难度超过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的独立战争 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美国的人口只有几百万 英国人口也不到一千万 但是呢 让美国独立战争显胜的 并不是华盛顿的什么高明的战略 而是因为英法战争 法国的军力人口都比英国大得多 迫使英国没有办法两线作战 才会承认美国的独立 在这点上 中国的解放战争 是不但是对抗美英日列强的包围 也不顾斯大林的犹豫和反对 所以完全靠自己的实力 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 记得毛东跟法国文化部长马罗的谈话里面 就讲过这件事 不要以为政策和制度有多少优越性 你打土豪分田地 给农民送土地证 很多农民是不敢要 何等你给了他第二天又还回去 为什么 他怕你战争打不赢 毛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贡献 第一 发明了在农民的小农国家里面 文化落后的国家里面 建立一支有理想的军队 英国强大当年是英国国王给海盗签订分成协议 放手让他们抢劫 中国历史上的军阀 要么靠黑流党 要么靠贩毒来供养自己的军队 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军队要牺牲自己的性命 你要照新国典兼军的理论 你能出多少的价钱才能买他的命 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军队 我认为超过历史上具有宗教信仰的十字军 因为历史上的十字军是一批乌合之众 而且他们以援助东罗马帝国的名义 反叛攻占了军斯坦丁堡 导致东罗马帝国的千年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所以在这点上 我认为毛中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就是支部建在脸上 第二是毛中提出来游击战术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集中兵力打殲灭战 发展到解放战争 疏于敢打实力相当甚至不如的运动战 都不是集中兵力消灭对手 而是靠灵活机动的运动战 创造战机 一两条腿来打败 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坦克和汽车装甲车 到抗美援朝 中国刚刚建国的时候 彭德怀指挥的志愿军 从打运动战 五个战役就把强大的美军 加上联合国 世界上几乎除了苏联以外 所有强国的军队都来参战了联合国军 几个月之内就赶到三八仙附近 然后又改变运动战为阵地战 在完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底下 靠人力组成的钢铁运输线 和最强大的美国 而且有核武器的美国打成了平手 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就没有办法破解雅尔达协定 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列强的阴谋 没有操演战争打成停战协定 就没有中国国内70年的和平 能够发展科学技术 毛东善于进攻也善于妥协 所以在朝延战争停战的时候 回到三八仙附近 中国没有付出任何上权辱国的代价 中美建交在越南问题上 最后美国是失败的 中国只是做了一个让步 就是说承认台湾海峡两边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逼美国以法律的形式来签订合约 这只是一个外交的妥协 但是在经济利益上 政治利益上 中美建交为中国重返联合国 后来重返WTO打开了道路 所以中国每次的妥协 是坚决斗争以后合理的妥协 在这个方面的成就 我认为也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所以在这点上 我讲中国的第一大成就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军能力和战略能力 还有和军队战争配合的外交智慧 nossas粉丝